好 就是你了解到了 相信这些话吗 包括 你不相信 你如果你打电话 可以问 咨询一下 这一点 我打个电话给他 这一点完完全全 你可以现在打我老妈的电话 跟她问她 因为我老妈跟她讲 可能是一种隐瞒的方式讲 先生 我问一下你 就是你的婚姻状态 是不是你觉得 妈妈的态度比较重要 我认为做儿女的 对父辈 对别的父母 对自己的父母 对别的父母都要尊重 你认为你现在的妻子 不够尊重 不至于 我第一次吵架 第一次因为我老妈的事情 她说话不会说话 说得很重 我老妈那个人比较偏向 六向一点 说得很重 她好多事情 她都 我老妈不敢跟我说 后来她包括全家都跟我说 她说 儿子啊 好多事情我不敢跟你说 跟你说的话 经常会打架 可能跟我老妈相处不来 说话上面很重 你说她跟婆婆的关系不好 对 关系是一直不好的 一直以来是不好的 真的肯定的 对于是你自己认为 你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吵架 我们没什么 没什么很大的冲突 从来没什么冲突 你觉得跟婆婆关系还不错 你反正怎么来说一把 也不是反正 你说很好 也不是那个 反正总谈得来 是认可现任的媳妇 还是认可未来的准媳妇 婆婆的态度似乎决定了 道德的天平会偏向哪一边 我相信你管你打电话 完完全全你可以 现在打我老妈的电话 然而在电话接通之前 调解现场 却率先迎来一位 不可或缺的当事人 她就是成一平眼中的 红颜知己 现任女友胡与飞 对胡与飞的出现 成一平深感意外和不安 就在几个月前 她还因为妻子一家人 对胡与飞动手而挺身而出 那场争斗让每个人 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伤痕 有的看得见 有的则刻在了心里 直到今天 我觉得可能咱们是不是 可以去听听胡女士 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好不好 今天好像她到现场 看看她愿不愿意 因为今天来解决问题 是解决我的婚姻的问题 我们尊重她的意见 尊重她 把她请上来 她如果愿意 跟我们大家说说 我们也来听听看 究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吗 好 来我们看看 这个婚姻当中的第三方 胡女士 她会不会愿意 出现在我们现场 来跟我们说一说 究竟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等待 胡女士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论到你 但是你一直没有出现 可能有很多事情 我们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刚才程先生说了一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很意外 他之前也说过 你跟他的妈妈 已经见过面了 你觉得他妈妈 对你的态度还好吗 第一次见面非常好 你觉得挺好的 很好 之后还有交流吗 因为我们沟通也很好 如果不是听到那些 风云风雨的话 不会像前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我们在 出八的时候回到浙江 我们又沟通得很好 老人嘛 老人 我觉得 你说今年过年出八 你也会去他们家 回去了 我们又回去了 对于和未来婆婆的关系 身为第三者的胡与菲 自信满满